有兩種三昧 一個是慧解託分 另一個是聚解託分 前面六世中所談的三昧是慧解託分 不能入禪定 而只有說未到地中的三昧 慧解託 慧解託的阿羅漢 它用味道定就可以 用味道定可以引化五肉肺 就可以斷進一切煩惱 它不需要有根本定 或者說更深的四五色定 那此中所共解託分 它不只是味道定 它還有禪 定 解託 善昧 不過慧解託 在學派可能有譯說 如果以所有修復來講 味道定的當然是 味道定的阿羅漢 那當然是慧解託 即使是它具有四禪八定 只要沒有具備滅禁定的 全部都是慧解託 所以全部是這麼講 不過從智論這裡的分別來談 慧解託是指味道定的 是指全分的慧解託 就是完全沒有具備根本禪的啦 MING PAO TORONTO